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志穎的這個傷勢 那目前我只能透露是他目前的傷勢是相對的穩定 包含Jensen也是相對的穩定 那當然除了謝謝就是把他從車上救出來的民眾之外 我想也非常謝謝長庚的醫療的團隊 那現場的一些美西基的朋友我想也久後多時 這也是沒辦法在第一時間給各位一個很及時的反應 也是因為志穎的這個狀況還不是很明確 那我想接下來兩三天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但是也謝謝各位這邊非常耐心的等待 我想在接下來的時間等到志穎這邊 還有包含我們跟家人之間在做進一步的討論之後 我想我們會再公開再給各位一些說明或新聞稿 那再次謝謝各位媒體的酒後 那也謝謝熱心的民眾 謝謝長庚醫療團隊 謝謝大家 謝謝所有關心他的民眾跟歌迷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